煙雨淒灰 换我的行 暗暗街頭 你似夢幻 紅標棚 縮緊你 足球前 三層 小田哥 太多年了 認識了 我記得我出道的時候 新秀歌唱大賽已經是小田哥做評判的 那時候他已經給我很多意見了 我記得最重要的一個意見就是 因為我是唱英文歌參加比賽的 但Michael一直都建議我唱廣東歌 但到最後Michael都說 你都是唱英文歌因為要唱自己最有把握的歌曲 所以就給了很大的鼓勵我 當然我入了華星之後 Michael也有監製過我一張唱片 就全心全意地我們兩個人 就一起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做了一張唱片十首歌 都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很多時間都會在錄音室裏面 Michael因為我那時候新人 Michael是很有方法能夠令到一個歌手 在那個演唱的過程裏面很自然很舒服 作為一個新人我覺得 如果遇到一個很嚴謹很嚴肅的監製的話 一定是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但是Michael就令到我很舒服地完成了一張唱片 而且他給了很多自信給我 他給了很多信心給我 你覺得最難忘跟他聊些什麼 你覺得最難忘跟他聊些什麼 有沒有人生故事 無所不談 我想其實我覺得最難忘的就是 Michael Green說他的偶像是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當時也是一個音樂總監 他主打的樂器就是鼓 Michael很喜歡聽他打鼓 還有我爸爸也會唱歌 所以聊了很多 還有他講到一些故事 是關於我爸爸媽媽的 我不知道 是 爆料 爆料 是 他可以知道我爸爸媽媽拍拖的時候 有些東西 最主要是什麼 我現在都忘記錯了 因為時間太久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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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